我这里收集了几张 不是人像 就是路人家那种图像的 让他用describe来描述一下 看看是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text以图生成关键字这个功能 我觉得简直是太好用了 不能说它就是马上会出现你exactly的图像 但是它给你了一个方向 你往哪个方向走 给你了很多的灵感 然后让你去深挖后面背backround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真是非常appreciate这个功能 看一看 昨天对不起小伙伴们 可能是那个麦克有一点问题 有同学跟我反应说是 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杂音 以后我查麦克的时候 这些lowgear我需要保护好 我起来他们exactly的position 看看这个 这个女子在这个街上走 嗯 这个是既然知道意大利文 这个确实是从一个意大利博主那找到的图片 overdressed passing by the graph navy and grey spontaneous gesture 我喜欢这个词 spontaneous gesture 然后再找一个 再找一个贵的相机和 F2.8的 details podestral crossing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poboia poboia是一个相机的品牌吗 没听说过这个相机 documentary photo 先到这里 从这个找到第三张 这个第三编号的这个描述 我觉得还ok 然后刚才去generate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把原来那个图片也放出来 它这个pharmacy的有一个绿色的灯标 但是它这个图片的色调啊 我感觉第二个又有黄的 又有街上的一些海盗 就很像似的感觉 但是那个人是朝我们正向走过来的 而这个是图里面应该是背对着我们 衣服的色彩poboia比较对 它原来这个有车 我们这个prometor里头没有 有车的字样 但是我喜欢的这个圆图上 这个灯箱 街道这个灯箱 这块可能还要自己去丰富一下 但是我感觉整体的色调和这个 主人公的衣服什么的 应该是质地 应该是挺接近的 所以大家要去自己拼凑一下这些细节 生成这个样子 特别是第四张 它有这个光线的这个明亮度 我就感觉很像真的照片产生出来的样子 还有一个example 看到这个图上 一个像热气球一样的 中间有个人有 这个热气球应该是 我看起来应该是非常wash out的那种color 是比较粉 偏粉 偏大地色系的 然后我就用它去describe了一下 然后结果呢 可以看一下 比较拼凑起来的 我感觉比较重点的 你看我这个一开始 这个inside an orange 这个orange就不对了 一下看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就看这个 sitting in a hot air balloon 这个就蛮接近的 然后我就从 这个应该是 我们来看一看 sitting a person 这个地有muted earthy tone in the style of joe 对 有这个joe 没什么 这个artist的名字 我就选择这个 从这个以后再generate 其实出来这个号 刚才我看的是第几号 如果以上信息在任何维度对你有帮助的话 您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是对我的最大支持 dark beige dark beige 这应该有dark beige light 我给它这个颜色 我给它改成了light pink和beige 我觉得你觉得那个比较好了 我觉得第二个好有特色呀 但是我想要的和原图感觉一样的 在这个图片里并没有 就第一个颜色比较接近 所以看起来这个手脚都齐全 但是这个老爷子 我好喜欢的 好fashion的 然后我就继续generate出来 一直到这个prompt sitting inside这个热气球 然后是艺术家 然后是light pink beige 接下来是 叫environmental installation artist 这个应该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种类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为我看到原图 它不是对称的感觉 所以我给它加了一个非对称结构的 然后就出来这个 这个颜色哈 我觉得挺 挺是ideal 第一个有点像坐在那个 有没有感觉像坐在那个 部队叠的那个豆腐块的那种被子上 嗯 然后 我觉得这个 这个第三个 还有这个golden hour的这个颜色哈 我很喜欢 而且这个 主要是被大爷这一套suit给吸引过 就有感觉这个 嗯 战斗瑞德出来很有那种拍照 拍写真的感觉 所以我挺喜欢这张 但是这张哈 整体颜色 to me 就显得有一点orange 没有我想要的那种 light pink的感觉 有没有喜欢哪个特别的 请在comment 评论comment 去 在战斗瑞德出来一年 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上演的 这个就是大爷战斗出来的一个 upscale的一个片子 但是我觉得那个 大爷那边那个眼睛可能有一点 嗯 手已经mangle层一团 但是这个光线打的 确实挺好的 嗯 但其他的不敢 那就你专利的路途中 可能有不明白的地方 why not check一下 这几个播放列表 maybe你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然后比如说 如何找seed id 如何去无损放大图片 还有一个是人像的生成的合集 还是我们知道 这样的人 Они猜猜猜猜就fte 他们 战斗